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2024年女排世界联赛已经落下帷幕 意大利女排以3比1战胜日本队 最终夺得冠军 通过本次分战赛和总决赛的表现 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当前各支球队的实力 进行一番详细的平息 总体来看 意大利独占凹头 日本 巴西 波兰处于第二梯队 而土耳其则介于第一和第二梯队之间 中国女排与加拿大 荷兰则属于第三梯队 下面我们将同大家逐一探讨 各支球队的具体表现和现状 意大利强势崛起 无懈可击 早在里约奥运周期 著名教练郎平就预测意大利女排将会崛起 如今 这一预言得到了厌重 意大利女排 在本届式联赛的表现堪称完美 球队已进入成熟期 各个位置上几乎没有短板 首先 王牌球员 埃格努的成长与发挥 意大利女排过去常常被诟病为成也埃格努 败也埃格努 埃格努的发挥直接决定了球队的胜负 然而 随着埃格努的不断成熟 现在的意大利女排不再依赖于他一人 埃格努在本次式联赛中表现出色 对阵美国砍下20分 对阵波兰拿下22分 对阵日本再砍27分 尤其是在对阵日本的决赛中 埃格努51次扣球 23次命中 没有失误 且无人能拦 这样的表现堪称完美 其次 全面发展 攻防俱佳的整体实力 除了埃格努 意大利女排其他位置的球员也表现出色 塞拉在今年的世界联赛中状态回春 4号未平拉开的进攻 极具穿透力 复工达内西 卢比安和法赫尔 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出色 攻篮俱佳 此外 意大利女排在一传 防守和串联上也丝毫不逊色于日本和巴西 塞拉和小波赛地的一传稳定 德基纳罗在后排的防守和跳船技术 让意大利在攻防转换中几乎无懈可击 日本 巴西 波兰 第二集团的稳定发挥 首先日本 以防守见长的战术大师 日本女排在半决赛中以 三比二立刻巴西 展示了其强大的战术执行力 主教练真锅正义 巧妙地利用替补和接应球员的实力 使球队在比赛中 能够灵活变换阵容 虽然日本球员身材不高 但他们在打手出界 和地面 防守方面表现出色 尤其是在面对埃格努的大力跳发时 一传接的又平又稳 防守反击也十分流畅 巴西 经验丰富但实力稍训 巴西女排在分战赛中表现稳定 但在关键比赛中暴露出年龄偏大和强攻点不足的缺点 加比虽然是球队的主要得分手 但她的绝对实力并不顶尖 面对日本的防守屡屡受阻 一旦加比不能下球 巴西的进攻就显得乏力 不如意大利那般具有威胁 波兰 快速进步但需加强细节 波兰女排在本届试联赛中进步明显 尤其是接应斯蒂夏克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 与日本和巴西相比 波兰在下三路的表现仍需提高 面对顶级强队时 她们的一传和防守容易出现问题 影响整体发挥 土耳其 发挥不稳定的潜在强队 土耳其女排在分战赛中表现不尽如人意 几乎输给了所有排名前五的球队 尽管如此 土耳其依然是一支具备竞争力的球队 他们有时能够与意大利一较高下 但当一传被破坏时 球队只能依赖瓦尔加斯一点攻 这使得他们容易输给日本 中国 巴西和波兰等球队 土耳其的整体发挥不够稳定 难以机身第一梯队 但若能改善这些问题 依然具有很大的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 加拿大 荷兰 第三集团的挑战 中国 问题平线 急待调整 中国女排在本届试联赛中的表现 令人失望 球队二传频频掉线 全队配合混乱 导致在对阵加拿大和荷兰等球队时 也难有胜算 尽管李盈盈在分战赛中表现出色 但她的轮休和朱婷的年龄问题 使得球队实力大打折扣 尤其是在总决赛中 龚翔宇和郑一新的扣球效率低下 使得中国女排整体表现不佳 主教练蔡冰和二传凋零宇的发挥 对球队的影响至关重要 未来的调整和战术改进 是当务之急 加拿大与荷兰 潜力与局限 加拿大和荷兰女排同样属于第三集团 这两支球队在本届试联赛中 表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力 但与顶级强队相比仍有差距 加拿大队在攻防两端表现较为均衡 但缺乏顶尖的得分手 荷兰队在整体配合和防守反击方面 有一定优势 但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仍需提高 因此 综上所述 2024年女排世界联赛 为各支球队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平台 意大利女排凭借其全面的实力和埃格努的出色表现 夺得冠军成为当之无愧的霸主 日本 巴西和波兰紧随其后 展现了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土耳其女排虽然不够稳定 但依然具备挑战顶级强队的潜力 中国女排则需在未来的比赛中找到问题所在 并进行有效调整 以重返强队行列 加拿大和荷兰女排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实力 争取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场世界联赛不仅展示了各支球队的当前水平 也为未来的比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各队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中将继续磨练技艺 力争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近期中国女排以3比0战胜日本队 夺得U18亚锦赛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女排在整个赛事中保持全胜 并且未失一局 以6场比赛的完美战绩登顶 此次胜利 不仅为蔡斌今年两次不敌日本队雪齿 也彰显了中国女排的强大实力 赛后 来自上海女排的杨淑明 凭借出色表现荣英 MVP 1.96米的副公王奥迁 则戴伤上阵 表现异常出色 并获得最佳副公称号 上海女排的年轻一代 逐步登上国际比赛的领奖台 展现了其清逊体系的卓越水平 杨淑明 王奥迁 分别是上海女排二队的队员 而同样进入U18中国女排的黄月星 则是上海女排三队的队员 U18亚锦赛的MVP得主杨淑明 不仅身高达到1.93米 且具备强大的力量和遗传能力 当中国队的遗传出现问题时 杨淑明总能挺身而出 顶住压力 展现了他全面的技术能力 杨淑明 还是前上海女排国手沈红的女儿 真可谓将门狐女 王奥迁 原是河北青年女排的队员 后加盟上海女排 无论是身高 样貌 还是扣球动作 他都酷似前国手赵蕊蕊 令人印象深刻 身高1.96米的王奥迁 在二号位被飞下手快又狠 弹跳出色 拦网能力也十分突出 许多球迷认为 作为复工出身的教练赵勇 应该重点培养他 尤其是加强被飞训练 比赛中 王奥迁在前排的进攻 如入无人之境 随着袁星月 可能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后退役 王奥迁有望在未来 成为国家队的主力 甚至被视为下一个赵蕊蕊 此外 黄月星的身体条件与朱婷相似 身高1.9米 体型修长 手臂长 弹跳力强 进攻动作和扣球高度 都颇有朱婷的风范 尽管她的遗传能力 还有待提高 但潜力巨大 上海女排的轻讯体系 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 除了杨淑明和王奥迁 还有李明镜 王英迪 陈厚宇等星星 上海女排2003-2005年 和2007-2009年 两个年龄段的人才紧喷 自由人朱星辰 李明镜 复工陈厚宇 王奥迁 接应王英迪 杨淑明等 在全运会后升上一队 预计将大幅提升上海女排的整体实力 一些相关专业人士评论称 总的来说 中国女排的后背力量充足 人才辈出 优势巴亚锦赛的辉煌成绩 不仅展现了中国女排年轻一代的实力和潜力 更预示着中国女排未来的光明前景 以杨淑明 王奥迁 和黄月鑫等为代表的年轻队员 正逐步成长为中国女排的新生力量 他们的出色表现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排的希望与未来 可以说 中国女排后继有人 未来可期 无论是在亚洲赛场 还是世界舞台 中国女排都将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